下一个乌克兰已经出现 不在欧洲 在亚太 美国正在进行战略调整 日本会对中国露出鸟牙吗 大家好 我是廖作斌 谁做俄乌冲突的局势逐渐明朗 社交媒体上开始讨论一个话题 谁会是下一个乌克兰 一开始很多专业人士踩车 会是波兰 因为波兰一致表现得非常活跃 更是表现出坚定的反俄态度 是美国最好顾活和利用的对象 但是随着包括波兰在内的大量的欧洲国家 跑到中国访问 并且接受了中国调停俄乌冲突的想法 导致让所有人感觉到 不仅是波兰 哪怕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应该都不想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那么下一个乌克兰不会在欧洲出行 而美国又不会放弃让全球陷于滥局的战略规划 那么还能是哪个地区的国家呢 前些时候就有媒体传出消息 日本跟美国亲属了一份300亿日元的遵守合同 将从美国手中采购至少50枚 ASSM-1R型软程空对地巡航导弹 无论是在伊拉克战争中 还是在其他中东战争中 这款武器都表现出极为强悍的攻击性 以及大规模杀伤能力 其实这已经不是日本第一次购买攻击性武器了 此前也曾向美国采购过大量的战俘导弹 甚至美国还准备给日本提供核保护 近日更是有媒体传出消息 美方准备提供大量的资金 要求日本大力生产 具备大规模杀伤性的爱国者导弹 并且还计划在其他地区使用 可以毫不可泣地说 日本正在被美国武装到牙齿 并且日本还具备了自我制造武器的能力 并且还能因此赚取到巨大利益 这不仅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信号 还表明日本并不惧怕长期的消耗战 看到这种情况 我得出来一个结论 下一个乌克兰为什么一定要用来对付俄罗斯 难道不可以拿来针对中国吗 而且还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就是特朗普接下来极有可能会赢得总统大选 而他一字以来的执政策略非常清晰 甚至可以不惜去俄罗斯缓解紧张关系 也要找中国的麻烦 这样看来美国是在进行战略大调整 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在捕风着影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近日就透露出一个消息 美日两国防长正在讨论一份零和文件 日本将会允许美国在其境内 设立新的统一军事指挥机构 一旦这份零和文件掉到罗斯 就意味着美国军方今后将会结过日本军队的指挥船 再加上日本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野心 那么可想而知 在美国军方的指挥下 日本军队会把进风指向哪一个国家 还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近些年来 美国非常急急地拉着日本参加北约峰会 并且已经让日本跟多个北约承认国 亲属了类似于军事同盟关系的协议 所以一旦日本今后跟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北约承认国就可以以盟友安全受到威胁的借口 大摇大摆来给日本提供帮助 虽然不一定敢跟中国军队发生正面对抗 但并不代表不会在私底下使坏 比如对中国发起经济制裁 给日本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以及封锁海上贸易 就像对付俄罗斯那样 另外大家也不要忘了 日本是一个非常喜欢赌国人的国家 美国现在也是内外交困 看似就要到了穷头摸怒的地步 所以也就只能来一场豪赌 企图让全世界都陷入了混乱的局面当中 这样美国才可以难中处立 继续保持其霸传地位 既然美国想要以豪赌的方式来决定未来 中国就必须要用实际行动 来告诉美日两国一个结局 十斗九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即将目标分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